那很多的臭坊呢 花一养的不挖菜都老是寄给老花一 这又是一个花友 米兰养的不挖菜了寄给咱了 然后呢咱们继续挑战 臭坊们寄什么花 帮他救活什么花 这个寄养的是免费的啊 但是呢你尽量的 别寄重复的品种 因为主要是给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然后快递费呢要自己出 养死了不赔啊 要理解这个事就好了 然后呢它脱土花过来的 可能是为了节省优费吧 像这种时期啊 这个我们就要做重检了 很多的臭坊呢 就是喜欢那种裸根换土啊 就是它嫌原来的土不好 都是像这样 把这个根全部给敲掉了 之后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重检 这上面的叶子带这么多 你种下去很容易就 把整个的水分抽干 就容易嗝屁 所以说呢咱们要重检 其实这种时期啊 剪的越狠 它活的越稳啊 这个没办法 你这么大个帽子 你不剪也不行 它下面的根就这么一点点 它原来的土球是那种硬土 你要以我的脾气啊 从这个位置剪 就给这里给它剪掉 我怕这位花褥太心疼了 但是也没办法 也得剪 那我就剪了 其实这位花褥这个痒的没什么大毛病啊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寄过来 之所以剪掉呢是迫不得已 这位花褥你一定要理解 也就是说所有的花褥呢 你们要洗根换柱尽量的剪得狠一点 你剪了之后呢 它还会再涨 你不剪它很有可能噶掉 你说你是剪还是不剪 你说对吧 根系太多太炸毛了 我给它也剪了 有个话说老花褥你怎么有的时候剪 跟有的时候不剪 它主要这个根太乱了 给它稍微修剪修剪 它原来的这种细弱的根系啊 在路上都已经干死了 所以说略微的粗剪一下 接下来换个盆就可以了 花盆的话 一直不建议大家选择特别大的 你只要是下面排水透气 选个大小失踪的 别太大 别太大了就行了 尽量的小一点 但是这个的话 这样做完就很协调 也就这样了 接下来加土 土的话呢 用了就老花褥的一个通用配方土了 不论是我们种植嵌叉呢 都是这一个配方 只会做一点点微调 所以说呢 话我们不用过多的去研究了 咱们就用这些土就OK了 已经参好配好了 这个时期不要加任何肥料 臭吧 很多话有框框加肥料 那可是不行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简单加土 不要埋得太深了 如果说这个花盆 你用的比较深的话 下面就垫点透水层 加点咱们浇水 往水里面加点砂菌 防止烂根 加点就够 这个是小黄二号 这个呢 但是生根液用的是会玩的 很多话我问你这个比例怎么掌握的呀 跟大家说一个事叫千倍定律 就是你按照一千倍比例稀释 基本90%都差不多啊 不用过分的担心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兑好的容油 给它浇进去就OK了 之后呢 光照是可以给 而且呢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天气 去洗根换土 因为天冷了 植物呢 就会长得慢 部分的呢 它就不长了 你这个时候洗根换土 它不理智 但是如果说 很严重的病痛害出外 你真的有很严重的病痛害了 或者是怎么着呢 你该整的还得整 接下来呢 给光照 不要暴晒就OK了 好吧 这个也是一个很标准的 洗根换土的一个教学了 算是 其实这位花友的这个花呢 问题不大 接下来呢 我们也就是注意一下 就OK了 别的没什么了 希望这位花友花早日康复啊 另外呢 就算是救回来 今年也给你寄不回去了 因为马上就冬天了 吉林的花友 我看的是是吧 东北的花友 它那边天气比较冷 就寄不回去了 可能要明年春天再寄回去了 好了 这位花友的话呢 等到明年再寄过去吧 因为到冬天以后会很冷 路上容易冻杆了 给你养一段时间 想要寄养的初宝呢 就可以联系后台了 免费的 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 养死不赔 就这三个事 没了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长一 白了初宝